进入到第八章讲的是排泄系统 我们八之一的主题叫 含氮废物的排除 那我们先简介一下什么叫排泄 排泄其实就是把你过多的物质或能量所排掉 那那个过多的物质或过多的能量 我们通常会习惯叫它废物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这些所谓的废物是指 过多的物质或是能量 还不止物质 过多的能量也要把它排掉 因为如果这个物质过多 或这个能量过多 你不把它排除掉 你就会破坏了恒定性 你就会失去恒定了 那如果你恒定不恒定 就是疾病 我们之前可能有补充过 我们对于疾病的定义是什么 疾病的定义就是你的身体 生理系统的恒定性被破坏 就是疾病 你说的疾病都是因为恒定系统 不恒定不稳定了 就被破坏了 那过多的就要排掉 那不够的呢 就要累积储存摄取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想办法维持你物质跟能量的恒定 那如果过多就要排掉 像这种需要排掉的物质或能量 我们通常会 口语上会叫它废物 但是我只要强调 世界上或是生物学上 并没有废物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等一下遇到这些能量和物质 你会发现 它不够的时候 你会生病的 它过多的时候你要排掉 那它不够的时候 它就不能叫废物 它变成很珍贵的资源 好那我们为了维持渗透压 为了维持恒定 是为了维持你身体面浓度的渗透压 电解质浓度 酸减度的平衡 不要过酸 不要过低 还有体温 这叫恒定 那常见的需要排泄的物质有谁呢 有二氧化碳水 胆色素 尿素跟尿酸 因为这些物质比较容易累积而过量 一过量就得要把它排出来 那这些物质来自于谁 我们很快讲讲 像二氧化碳水 来自于呼吸作用 有氧呼吸 产生二氧化碳水 血红素在肝脏代泄成胆色素 胆色素就形成胆汁中的成分 就由粪便排掉 就是胆汁 诸如舌子肠 那我们以前在高一说到 蛋白质分解会形成尿素 核酸分解会形成尿酸 所以尿素尿酸当然也是需要排泄的 而这些物质常常是用肾脏 由尿医排出 不过尿素除了肾脏之外 你流的汗液中有一部分的尿素 所以汗流多了 再加上细菌支撑会有点味道 臭味 好这些就是我们需要排泄的对象们 好的 那讲到这些对象们呢 我们以我们人类来讲 这两个物质叫做 寒氮的过多物质 用比较口语的说法叫做 寒氮废物 你看我们的标题嘛 寒氮废物的排出 但我跟大家说 废物就是过多的物质 所以他讲的文周周一点点 尿素跟尿酸叫做 寒氮的过多物质 你要把它排泄掉 那这两个物质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物质在这边 这是尿素 这是尿酸 好那我大概说明一下 其实你身上 以人类而言 你的氨基酸分解后会形成氨 这个叫氨 氨是气体的 而氨有毒啊 所以你一般把它代谢成尿素 那如果你是核酸类的物质 你可以代谢出尿酸来 好这边呢让我 简单的把生活中的肩拉进来 大家我们这边所讲到的尿酸 我们有讲过 有一种疾病叫痛风吗 痛风就是尿酸过高 那过高就形成结晶 结晶就会结晶在你的关节处 脚踝啊 收着关节 它就会肿胀 会非常的痛 痛到你可能半夜去急着要打止痛针 因为它整个结晶那边的关节痛到 受不了 睡不着 很痛很痛 这叫痛风 那痛风的人不是说你要忌口 你要少吃一些高普林的食物 听过这个说法吗 普林值过高 普林好像是这样写的吧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解释 事实上你们 什么叫普林值过高的食物 你们其实学过 大家 那什么是普林呢 普林值高的食物就是普林过多 普林它的原文在这里 我们怎么发音 一般人看到这字会发音成 perit就叫普林 对不对 但是它比较常见的发音是 perit就是飘零 有没有觉得飘零我听过 普林就是飘零 只是那个英文字 大家翻译不同 飘零还记得吗 飘零与密定 就是寒淡剪辑 你们常学到的飘零有 线飘零跟鸟分飘零 那如果今天要摄取到飘零 我吃什么 吃DNA 吃RNA 就会获得飘零 也就是普林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食物中 DNA RNA过高的食物 你吃多了 你就痛风了 因为 这些飘零会转变成尿酸 尿酸就容易结晶 就造成关节疼痛 肿脏 所以什么食物中 它的DNA RNA比较高 或是飘零 或叫普林质比较高呢 海鲜 啤酒 还有就是真菌们 讲真菌 他就叫什么鬼啊 就是咕咕啦 咕咕 对不对 咕咕 所以大家知道吗 那个痛风的人 就是你有痛风病死的人 今天晚上吃大餐 你吃什么呢 我吃海鲜百菇锅 配啤酒 那一般 敲到新门号就拍到肩膀 你根本想不开 你怎么了 你这跟自杀无意吗 因为晚上会痛到睡不着觉 可能会 进医院打止痛针 知道吗 因为整个关节会肿脏起来 痛死了 好 这补充一下 说明一下 我们排泄的对象有这么多 那我们今天主要 你看标题嘛 寒淡废物的排除 所以我们今天会主要 focus在寒淡的过度物质 我们怎么排掉 这方面的讨论